大马路中深夜失控斗殴 有人持球棒有人持刀子 年轻人们有人连安全帽都没脱 有人则是将安全帽拿在手上 从路中不要灭袭击共同锁定的目标 仔细看多人袭击一整 而被围殴的白衣男子 手上也持着棍棒 一旁还有年轻短裙女子 站在路中喊加油 这失控的一幕 让停的红灯的骑士跟驾驶也看傻眼 路人拿手机录下并报警出力 事发在新北市三峡 现场涉案超过10人 警方说他们为了感情纠纷斗殴 已经查气到案追查内情当中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在新北市报道